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王万岁 向您致敬 中尉 你 你干嘛呢 好 擦枪呢 长官 我们情报站的军官就应该有十克保养武器的觉悟 是的 长官 我刚刚收到情报 远东地区失守了 什么 敌军在两天之前就知道了我们所有的布防计划 又是那个大笨钟 他窃取了我们所有的情报 他就这么神通广大吗 我就不信 我们情报站两百六十号人就抓不到这个大笨钟 你这是秀什么呢你啊 长官 我在耻笑他们呀 在我们德国有一句老话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长官 这不是咱们德国的 可见情报站是多么的重要啊 哎 你听说了吗 这路口的医院其实是敌人的联络点啊 这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 我怎么听说你最近一直往那儿跑啊 长官 我 你是保密队的队长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你觉得在咱们情报站内 谁 谁才是这个大笨钟呢 哈哈 汉思上校 你猜的没错 我就是那个大笨钟 哎 钟文 你开什么玩笑啊 哎 钟文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是大笨钟 钟文 你怎么可能 哎哎 钟文 钟文 哎 长官 长官 其实我就是大笨钟 哎 我就是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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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 钟文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幽默了 我也 我也是刚变的呀也是啊 哈哈哈哈再说了 你怎么可能是呢 啊 你可是元首亲自取范 你要是大笨钟 那元首的脸就丢进来啊 长官 我 我也是想调节调节气氛 哎呀 行了 行了 下次不要在军营里开这么好笑的玩笑 是的 长官 哎呀 我刚刚收到了一份紧急密电 是有关于大笨钟的 来 钟位 哎 长官 怎么 怎么了 这情报上说 在战前知晓前线布防的 我们全战一共只有四个人 可是弗雷德和史乃德已经就一了 也就是说 现在知晓前线计划的全战就只有咱们两个人 对 钟位 那你觉得 谁才是这个 大笨钟呢 那就 只能是 我了呀 哎 那就只能是我是大笨钟的 哎 我是大笨钟 来来 我是大笨钟 赶紧把我靠着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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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前就跟元首说 哎 我说元首元首 哎 我就是大笨钟 我就是大笨钟 你干啥呢 钟位 我就是大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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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啥呀 你没发现吗 我是大笨钟 就比你是更合理啊 我潜伏的身呢 难怪没被发现呢 哎 我还能翻花手呢 哎呀 长官 说笑了 哎呀 说笑了 哎呀 好笑吗 到什么结果这儿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啊 钟位啊 大笛当前 你头脑能不能清醒一点 我是找不到这个大笨钟 她可一直就潜伏在我们的中间呢 长官这个 我 我真知道 要是找得到她 咱们两个都得完蛋呢 这样 长官 您先回去休息 大笨钟要休 我不休息 今天要是讨论不出一个对策 咱们谁也别想睡觉 三天 长官 三天之内属下一定找到大笨钟 好 我就知道你跟那些废物不一样 真不愧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 全战我最信任的就是你啊 钟位 我们情报战需要一百个你 只有你在 我们才能胜利 长官是 只有你在我们才能胜利啊 共年 好 报告伦敦 以目前情况来看 我的身份 应该已经暴露了呀 但却没有 我现在感觉非常安全 甚至 想将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柏林战战长 汉斯土豆上香 嗯 共年啊 嗯 好像是弱了痣啊 另外 诺曼底的情报 想必已经收到了 既然没有暴露 我将执行最终的任务 不念 大笨钟 国王万岁 嗯 我刚刚收到电报 诺曼底失手了 这么快啊 对 我军节节败退 赶紧撤离吧 长官您别太难过 说不定有什么转机呢 没有转机了 众位 我现在 有一个怀疑 我觉得 我就是大笨钟 嗯 众位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大笨钟 不是 长官您 您怎么 不是 众位你不明白 这回诺曼底的不防计划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那个情报就在我一个人的办公室里 我问你 那他怎么泄露的呢 那那会不会是有人去偷走了 那个情报 请委员说 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 那你又不是大笨钟 那就只能是我呀 哎 排出法吗 排出法 我怎么就是大笨钟 为啥啊 长官 你不行 你怀疑怀疑我吧 你这样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啊 你进站的时候 我就怀疑过你 你在食堂里 顿顿都吃炸鱼薯条 风人聊天气 出门带雨伞 你都快把你是英国人写在脸上了 你觉得邱吉人 会把这么明显的见解 拍到我这当我底吗 不 不会啊 对呀 不会啊 不会啊 对呀 哎 现在咱们情报上 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两个 你又不是大笨钟 我不是 情报还在泄露 我问你大笨钟 还能是谁 能是 你 我 哎呀呀呀 长官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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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咋 咋的事 我 我是大笨钟吗 我 我 卧底我自己 就 中卫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了 你 你把我捋一捋 长官我现在这个脑子肯定比你乱 我 我是不是被下鼓了 咱们欧洲哪有鼓啊 我是不是被人精神控制了 长官就你这个精神谁能控制得了 那就是 是有一种可能性了 所以我 就是 大笨钟 那你就是 法西斯反动派呀 哎 不退啊 乱了 长官乱了 乱了 乱了 你是个反动派 不是 长官 既然被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那我就不能放你走了呀 长官 你先别起范儿了 我给你捋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大笨钟的 不是 长官 你刚才自己盘呢嘛 我什么都没装 真不愧是保密队的队长啊 不是 我自己找了那么长时间 我都没找到 被你给发现了 不是 长官 你还让我说一句话 我是同盟军 你是同盟军 那我就是德国鬼子喽 你是 你是啊 我怎么可能是无恶不作的反动派呢 不是 长官 你刚才还是吗 长官 我要速切了你 等一下 等一下 长官 这不管你是什么 我真是同盟军哪 同盟军 米歇尔旅言中尉啊 牵线失守了 远东失守了 诺曼底登陆了 你是同盟军了 你是如意大 打得可 真吉他 哎呀 三是独斗啊 你这个反动派 我要速切了你 我跟你别害 你这个独斗 又速切了一个反动分子 我是大本钟 大本钟是我 伦敦至大本钟 哎 这 这是伦敦 给我的任务 让我炸掉情报站 炸弹 电爆机 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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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斯土豆上校 一九一三年柏林军校毕业 一七年加入宪兵队 潜伏二十七年未被发现 故国三千里 代号大本钟 炸弹 蜗老大本钟 关照 按钦 墩 炸弹